我穿梳了 穿进著名的霸道总裁纹里 系统给的任务是让我攻略霸总 让他爱我爱得死去活来 我摩拳擦掌 人的人呢 系统 请低下你高贵的头颅 站起来还没有我腰高的小孩咬着棒棒糖 妈咪 我呆呆看着 他也歪头呆呆看着我 小孩穿着一身黑 单手抄兜里 另外一种手捏着棒棒糖 模样清秀 无关无可挑剔 前额刘海塌下来 真是怪可爱的 只是 他为什么叫我妈咪 我惊恐后退 小孩皱着鼻头 妈咪你怎么了 你不是说要去上厕所吗 他见我不说话 往前一步 眼泪说掉就掉 是不是我又哪里人里生气了 瞧这样子不知道的 还以为我虐待小孩呢 我哈哈笑着 正要摸他头安慰 下一秒 这个蠢里人盯着我做什么 我 系统 宿主 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 我 我没龙 这么蠢的样子 居然是我亲妈 丢死人了 明白了 我居然能听见 眼前这小屁孩的心声 小屁孩睁着无辜的眼睛 小心翼翼的问 妈咪你 是不是后悔带我出来玩了 他刚说完 下一句心声就来了 可恶 怎么不按照前世剧情来走 不是应该找借口 将我丢掉吗 OK 现在的情况就是 我是穿越 这小孩是重生 系统事后诸葛 才想起 还没有给我看文理剧情 慌忙往我脑海里输送 原来我穿早了 此书的爸总将定 也就是男主 还是个五岁孩童 而我穿成了他的妈妈江宁 因为未婚先孕 孩子他爸也下落不明 备受家里的侮辱 不招待见 因此也不喜欢这个儿子 江家为了家族生意 准备将我嫁进豪门 但是得将这个小雷坠解决掉 我早就受不了了 心下意狠 今天破天荒带他来游乐园 准备借口去洗手间 趁机将他甩掉 剧情了解到一半 我就允起了鸣心 怪不得江定长大后 感情三观歪道天际 从小没爹 妈妈为了攀龙富凤将他抛弃 要不是后来被他真正的亲爹找到 可能就流落街头了 他是私生子 哪怕亲爹有钱有事 把他带回家族后 也是对他不管不顾的 亲爹风流不说 身边的情人 也没把这个私生子当回事 谁都敢猜几脚 长大后对女主就是心狠嘴硬 目无王法 可以说是剧情的三分之二 都是在虐读者 谁也不肯低头 最后两人一死一残 不仅如此 我这个亲妈 在临死之前 满口诅咒 他不得好死 活该没人爱 剧情给我的大结局 是带着录像的 江定瘸着腿 亲手擦拭着刻我名字的墓碑 人前风光无限的江总 此刻红嘴眼质问 不喜欢他 为什么还要生下他 了解完整本书的剧情后 我唏嘘不已 系统都看哭了 主神这次给我们任务 就是将这个虐文 拯救成填文结局 我心里有些难受 不只是对书中男主 还有女主 因为种种阴差阳错 两人最后阴阳相隔 他们的结局不该如此 我弯腰平视着眼前这个小孩 不去了 妈咪带你回家 我牵住他的手 小江定脸上有些错愕 只是下一秒 他在心里略带嫌弃着 脑残会遗传吗 你小子晚上睡觉 最好两个眼睛轮流直斑 因为在江家的时候 原主曾言令他禁止碰他 所以从来不抱他 从来不欠他 江家上上下下 都当他是个透明人 有时候是吃了上顿没下顿 住着潮湿荤岸的小黑屋 连吓人都不如 才五岁的小孩 心里就明白 自己的出生是不被祝福的 没有人喜欢他 包括自己的妈妈 他浅浅笑了下 然后紧紧反握住我的手 能不能别对我笑 真丑 我脸上笑立刻收敛 小茶男 没开玩笑 我心里就这样骂他了 远远看着 母子子笑 只我知道他真实的想法是这样的 良心居然被狗吃掉 妈的 这小孩儿跟我了贺顶红一样甜 江家的人看到我 又把人带回来了 哥哥开始出口讽刺嘲笑 哥哥骄傲冷眼皱眉 不是说丢在外面吗 妹妹江雪抱着手拦在门口 这个小剑中 你真准没养着呀 要是被沈少爷那边知道 你还带着这个拖油瓶 你嫁入豪门的梦可就要破灭了 沈家就是原主心仪的结婚对象 家是好 但是偏偏沈家大少爷性子暴躁 发疯起来还会打人 所有人都避之不及 也只有我眼巴巴贴上去 就是为了摆脱江家的白眼 握着的那只小手在微微颤抖 小孩脸色煞白 抿着嘴 江家的出言不逊都在原主江宁的默许中 旁人看来他在害怕在自卑 可实际上前世砍断了你的腿 这事就先把你嘴缝上吧 杀不得 杀不得呀 这想法可不行啊 我挡在前面 安慰时的拍了拍江丁的手 然后怒光转向门口的女人 关你屁事 咋种 江雪震了话 然后恼羞成怒 江丁你敢骂我 她在江家很受宠 走到哪里都是高高在上的 特别是像原主这样处境尴尬的 见她都是老老实实低头 我冷吃笑道 你是金子吗 怎么就骂不得 还真把自己当快榜 系统看热闹 拍手叫好的同时 江雪已经冲上来 仰手给我一巴掌 不许欺负我妈咪 江丁一米高的小身板 挡在我前面 两头怒视着她 我刚要感动 却猝不及防听到这句 本来就蠢 再打一下 我可不想有个脑残吗 我 踹死你这逆子 气得想吐血 小剑中也敢在我面前大呼小叫的 人本要落在我脸上的巴掌 狠狠地扇在了江丁脸上 小孩受不住力 直接倒在地上 满口的血 妈的 她疏可忍 她妈不可忍 我挪起袖子 以同样的立衫在江雪左脸 她捂着脸 你敢打我 我又一巴掌打在她右脸 她双手捂着左右脸 脸扇到侧边 连头发都飞起来了 打得真匀称 系统渐渐地吹了声口哨 啊啊啊啊 江丁你这个贱人 还没完 我一脚踹她屁股上 她一脸扑地 摔了个狗吃屎 敢打我儿子 老娘废了你 这一踢可不得了 两个鼻孔都躺着血的江雪 像只亢奋的大公鸡 起身就要啄我 助手 冷冷淡淡的男生响起 是一脸冷酷的江傲 人都打完了 她才酷酷出场 装逼 男人穿得很讲究 身上的西装 一丝皱褶都没有 就那张脸阴沉沉的 活像谁无缘无故 欠了她巨款似的 斯文败累 她站的是后面那两字 江丁新生败累 啊不愧是母子 连吐槽都是一致的 我扶起小江丁 找遍了全身上下 都没纸巾手帕啥的玩意 还是撩起她自己的衣摆 给她擦鼻血 没办法 鼻血含着鼻涕的 我是真的有点 仔细看了小孩的脸 脸肿了 鼻子伤到了 我又趁机往还 没有爬起来的江雪身上 多踹了几脚 不是人 江傲冷冷腻着我 既然你不肯将她送走 那到时候沈家那边 你自己去解释吧 听听 不知道的 还以为没将人带回来 她会搭把手似的 原主在江家的地位 连狗都咸 江雪扶着腰起来 俩鼻孔流着红烟烟的血 身上灰扑扑的 头发乱糟糟的 她不敢贸然过来 站在原地跳脚 江宁我要给爸告状 你等着 我回忆冷笑 不告我看不起你 撂下狠话 转身准备 带着江定走 结果因为转得太猛 直接撞进一个男人怀里 质感冷香 气息怪好闻的 可是我忘记原主有鼻炎 闻不得一点香气 控制不住 真的是控制不住的那种 我打了个响当当的喷嚏 男人原本闲在嘴里的烟掉了 脸是那种白里脱黑的黑 额角隐隐凸起筋络 道歉的话还没有出口 耳边响起暴怒的声音 江宁 还不赶紧跟沈少爷道歉 家里教你的规矩去哪里了 哦 是我那亲爱的父亲大人江卫 我也没敢耽误 连忙道歉 对不起 抱歉 系统小声提醒 是你那个未婚夫 笑死 不认识 我把头压得更低了 手紧紧按住颤抖的腿 别抖 真也不是怕江卫 是真的愧对于面前男人 听说沈昭脾气不好 听闻主动进入他房间的女人 第二天都离奇失踪了 反正关于这人的描述书中 除了邪恶 暴力 就没什么形容词了 我道完前主动离他远点 沈昭用手帕狠狠擦着脸 与其受伤生气 但是也受伤善意 我见过不少头怀送报的 头一次见到还带买一送衣的 将定瞥了他一眼 丝毫不带怕的 堂堂男主 主打的就是临危不乱 心里素质好 我心里是捏把汗的 乖乖啊 你才五岁 跳起来都打不到人家膝盖 将魏都紧张死了 生怕门口见邪 他也不是担心这个女儿 主要是怕得罪沈家 沈少别借 我这个女儿从小脑子缺根筋 千万别生气啊 我也不敢得罪这好人物 赶紧顺从这句话 对对 我脑子缺根筋 沈昭眼神往前调了点 又回到我身上 指着 所以我未婚妻是你吧 原主跟沈昭 是家族定下的婚姻 彼此呢 也就将您远远瞧见过他们一样 他认不出来是谁正常 沈昭正想说话 可是下一秒 他就面如菜色了 对比起来 眼前这位更像一点 可是你说他脑子缺根筋 是在边向骂我 沈昭那张脸怎么形容呢 是正儿八经的反派脸 又帅又坏 我如果不是事先知道他的人设的话 真有可能吃这点 花痴冷不丁的吐槽 姜定鼻子里塞着不知道 从哪里找来的纸巾 冷冷的眼神看着我 凑 忘记儿子还受着伤呢 我牵着他飞奔走了 所有人都没有反应过来 沈昭扯着脖子呐喊 你给我回来江宁 她那稀疏的头发 注定又要掉成一片海了 医院里 医生很严肃 小孩子脸上的伤不像是意外呀 我哭着点头承认 实不相瞒 我和儿子刚从娘家逃出来 我儿子为了保护我 挡在前面挨力巴掌 将近淡定地让护士上药 顺便看我演戏 这个女人怎么感觉不太一样了 系统摸着下巴思考 男主这么聪明 看出你不是以前的江宁怎么整 我大手一挥 怀疑问他怀疑 我不承认 他又有什么证据 我可是手握剧本的男主他妈 经过我眼泪的演绎 一生果断报警 当天 江家小女儿因为虐打儿童被捕 冲上了热搜 江卫打电话过来 勒令我回家 你要是还想嫁到沈家去 就赶紧给我滚回来 去媒体面前解释清楚 说这些都是你做的 我掏了炒腾的耳朵 这些是 这些是指的是什么事 见我装傻 他气得快绝过去了 自然是江学 不然你妹妹这辈子都毁了 很好 我摊着手 睁着无辜的眼睛 看向做对面的警察 警察同志 听到了吧 我父亲就是目击者 警察神情严肃 可想而知 这个事情不会善罢甘休了 略打儿童不说 还要自己的另外一个女儿 出来顶罪 不可饶恕 江卫算是听出来了 自己被这个女儿摆了一刀 直接破口大骂 你这个逆女 以后都不要回江家来 但我们江家没你这个女儿 我哀了声 实不相瞒 我今天回去的时候 就想这样干的 江家 算不打自招了 在确认江学会受刑后 我安心离开了 回到医院的时候 已经是天黑的时候了 江定小小的身体 缩在床上睡觉 因为怕他会落下什么后遗症 安全起见 我给他办了几天住院 小孩紧闭着眼睛 抱着手臂 缺乏安全感的姿势 系统感慨 他带着前世的记忆来 不知道是姓还是不姓 我不是当事人 没体验过江定那种人生 姓与不姓他都没有选择 只是忍不住想起前世 结局部分 他跪在坟前 小孩不都是喜欢听歌睡觉吗 嘴里忍不住轻哼出来 还记得你说家是唯一的城堡 随着道乡河流继续奔跑 微微笑 小时候的梦我知道 系统忍不住出声 宿主 我别闹 唱得正起劲呢 系统 不是 我夸奖的话等会 请停止散发你的魅力 系统急得都哭出声了 你唱得好难听 简直受不了 我 我很受伤 再次低头时 对上一双血满难以置信的眼睛 头回听到这么灵异的歌声 白天听了想杀人 晚上听了想挖坟 江定不知道什么时候醒的 听到他这句心声 我彻底绷不住了 韩心 真正的韩心不是大吵大闹 我不死心 儿子 妈咪唱歌好听吗 他先是眨眨眼睛 浅浅笑了下 好听 好听 那你能不能放下 捂着耳朵的手说话 与沈家脱离关系后 第一件事情自然就是找工作了 将江定留在酒店 对他千叮咛万嘱咐 一定不要乱跑 小孩脸上已经恢复如初了 嚼着糖果 放心吧妈咪 我又不是小孩子了 本总裁加起来 比你爷的年纪都大 死小孩 今天面试的第一个工作 是建筑设计师 面试官很严肃 抱歉江小姐 你的专业跟我们不太符合 我一下将简历拍脑门上 忘记了 我以前确实是这专业的 但是现在是顶着江宁的身体 第二个工作是酒店经理 面试官不太好说话 矮矮胖胖的 有些挑剔的打量我 你这个专业咋不去工地搬砖呢 说完还色迷迷的停留在我腿上 不过经理这个岗位不行 做我秘书倒是勉勉强强 我也没客气 冷笑将简历拖回来 你这么矮 也没见你去卖烧饼啊 然后我被保安红出来了 系统也意识到我的失落 安慰道 找工作这个事情急不得 也是要看缘分的 不是不急了 主要是想到江宁那边用人要开学了 缴难的学费都对五位熟起 养个孩子可真不简单啊 走着走着 我的目光停留在电线杆上的一张广告上 重金求子 金城富婆重金求子 因本人丈夫无声誉能力 系统吓出击叫 使不得使不得 我善善笑着摸头 哎呀 只敢心动 系统你也不能行动啊 最后一个面试是经纪人 讲真的 我都已经看泰了 都在想 是天桥下天模好呢 还是去地铁站口发小广告 等待面试中 我发起了呆 窗外的雨是很大 路上一步一水洼 偷有一瓶找他爸要钱那天的驾驶 我百无聊赖的撑着脸欣赏 系统也是 有一搭没一搭的跟我聊着剧情 按照原文的剧情 江定快遇到他父亲了 巧的是 也是姓江 明怀 不在荆州 人是个神秘的主 至于为什么会和原主有个孩子 也是那该死的狗血夜情 很俗套的故事 被死对头下药 两人拎插阳错 走错了房 江宁醒来后 匆匆忙忙就离开了房间 两人回回错过 剧情都进行到一半了 才认出彼此 可惜晚了 原书中 江宁抛弃儿子 妄想嫁进沈家 可是在举办婚礼那天 被人识破 名声扫地 沈家没嫁成 他就将所有的气 都撒在江定身上 处处捣乱 搞坏事 江淮对这个 只有一夜情的女人 丝毫不顾惜 将她送进了封人院 才安生了一阵 雨幕中 一辆高调的劳斯莱斯停下 从上面下来一个 撑着黑散的男人 我跟系统打包票 一般这种出场的 不是男一就是男二 系统熟悉一切 不不不 还有可能是那个人 谁 沈昭 系统颇有看热闹的架势 笑得渐渐的 还是你被婚夫后 沈昭被一群保镖拥护进来 不愧是反派 一副金丝鞭眼 净都遮不住 他身上的坏里坏气 系统点赞 好 比喻 一个穿着红色长裙的美女 突然插队 站我前面 我还算礼貌地提醒她 美女 插队咯 她仰着嚣张的眼线 红唇一张一合 对 插的就是你 我 抱歉 有点无能为力 直到面试的人 点头哈腰在她面前 我才知道 她是专门为沈昭来的 孟小姐 你怎么还亲自来了 红裙美女甩了甩头发 也不能仗得我家有钱有事 连个形势都不走吧 说完 还披向我 正好 也可以让某些人 打消打消念头 四处张望的我 瞬间被群众的目光锁定 不是 我啥也没干啊 是眼睛自己往那边瞟的 沈昭脚刚踏进来 在场的人都听到 一娇滴滴的声音 昭哥哥 哪知男人 只是倾抬了一下眼镜 往后退了一步 秦小姐 上次我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 旁边的保镖及时提醒她 老大 不是那个 沈昭微皱眉 那就是苏小姐 老大你又计婚了 沈昭小姐气跑了 留下一个红烟烟的背影 她走了 沈昭一眼就看到了我 不知道为何 我仿佛在她脸上 看到了若有若无的笑意 总之不是好心的那种 这种坠坠不安的心情 在进入面试事实 揭晓了 原本的四位面试官 因为旁边坐着这样一位大佬 有些坐立难安 其中一个面试官咳嗽起声 开始一些官方的说辞 你是学什么专业的 我默默看着地交上去 特意改好的简历 但凡长人俩窝窿都能知道了吧 不过 理解理解 行是吗 学舞蹈的 人主确实是学舞蹈的 听说以前的志向 还是去往娱乐圈呢 面试官本想继续下一个问题 旁边出现冷冷的声音 跳一个 嗯 沈昭支着头 微台下巴 有些高傲的又说了遍 跳一个 我起身的手腿依旧在抖 怎么对这号人物起应激反应呢 系统安慰 正常发挥就行 他不知道 正是这个正常发挥 在看完所谓的表演后 恨不得扇自己一巴掌 肃静的面试室里 响起了一首耳熟能详的歌 不仅是里面的人 跟吃了屎屎的乳梗在吼 连来面等候的人都纷纷起敬 妈的 哪个人才面试总裁助理 表演才意识跳 酒醉的蝴蝶 表演完后 沈昭沉默了 他突然意识到 自己跟着女人 可能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让他跳舞 跳他妈的广场舞 面试出来后 我没放心上 全当是一场经历了 跳那个舞完全是故意的 若是早知道 面试的公司是沈昭的地盘 死也不来 回到前阵子租好的房子时 一打开门 就对上江定那双忧怨的眼神 下一秒 妈咪你终于回来了 我好想你 他扑过来 小茶男 别以为我没听到你在骂我 正好 有时跟你商量 阿定 你想不想知道自己爸爸是谁呀 他抿的小嘴 歪头看我 那我爸爸是谁呀 可能是血脉的相隐 父子俩出见时就认出了彼此 与其等他爸寻来 还不如主动出击 早点走完认清这条路线 撮合父子俩的关系 将江定打包同心出道 是在经过商城大厦的时候 上面亮起的LED大屏幕 临时启发的想法 还别说 这孩的样貌不输娱乐圈的人 江定表面上说好呀好呀 听妈咪的 背地里却说 见过啃老的 没见过啃小的 我忍不住捏了捏他的脸 不过 这毕竟是他的人生 我还是郑重其事问他 当明星以后 可能会遇到麻烦时 你要想好 妈咪不逼你 你做什么我都支持 我的儿子不需要优秀 快乐就好 五岁的江定 身体里住着三十岁的江定 他不可能不知道我的意思 他安静下来 眼低垂 这一刻是前世的江定 可能是在前一时 没人跟他说过这句话 这让他有点突如其来的慌张 不知所措 我弯下腰 摸摸他的头 不是敷衍 是真心实意的 阿定 同样的 你想找爸爸 我支持你 不想找 我一个人养得起你 为什么 他眼底有些忧伤 问出这句 我懒过他头靠在肩膀上 拍着他背 笑道 因为你是我儿子 小孩有些不适应这种心理接触 紧张得手都不知道往哪里摆 可是 前世你为什么那么残忍呢 我连起笑意 心里只能抱歉 无法给出答案 我也是第一次当妈妈 小时候也没人叫我怎么爱人 我只能把自己以前缺失的东西补偿给你 竭尽所能对你好 丁 检测到男主江定的爱意值 上升到60% 请宿主再接再厉 有个公司面试过了的通知 我捏着手机 他很笑 你确定是沈总亲自点头的 千真万确 江小姐 沈总说你特别符合他的口味 我十分怀疑这位反派心里有问题 诚心建议道 我觉得吧 会公司要不好好考虑一下吧 这沈昭不可能不记得我呀 江卫虽然进去了 但是我和沈家的婚约还在 这次该不会想跟我来个我的秘书 我的交低未婚妻吧 系统 你是懂得小说的 那边的人也是坚持的主 扶扶扶江小姐 我们相信老板的眼光 不是 主要是想到沈昭这辈子 都没见过便宜的东西系统 所以呢 我嬉嬉笑 那就让他知道见识一下 便宜的我不是好货 人的每一个器官都是天价 全部加起来 居然就值一个月五千 系统没经历过这种劫难 他不从心的劝解 想开点 工作的辛苦 就是为了生活的美好 我摇头说了好几个恩哦 你不是人 你不懂 系统 要你提醒 从古至今 钱难挣 使难吃 是刻在每个打工人骨子里的 挣钱就像妓女 要付出深与心的双重代价 发现就像即刻 爽十秒就完事了 我惆怅的叹气 得出这句结论 真的是因为生前的经历 厌弃钱都在岗位上 惨无人道 系统 不明觉厉 果然 人类才是最可怕的生物 来这个世界的任务 我还没有忘记 那就是攻略僵定 只要让这小子忘记仇恨 把我当成真正的母亲 就算成功了 都说了 抓住男人的心 就得先抓住他的胃 我决定亲自下厨 从买菜开始 中间出现了一个小小插曲 情节以下 我捏了一把青菜 有些不放心 奶奶 这个菜有农药吗 老奶奶抬起老花眼镜 盯着我摇了回头 没有 想吃自己家 哎 虽然说现在年轻人口味独特 但是也不至于独特到阴间去吧 我不是那个意思 系统感慨 我原本以为 厨房会被你炸掉呢 我横笑 不然你以为我先家25年 靠什么活的 要饭吗 来之前我是加班猝死的 方案惨受甲方爸爸 第一百三十八次驳毁 活如牛马 在那里没爹没娘没朋友 其实原本想的死就死嘛 反正也活够了 世间的酸甜苦辣 除了第二个都尝过了 何必再挣扎一事 直到系统说出了一个冷冰冰的数字 完成拯救任务 可获得一千万的奖励 我突然觉得 这世界还可活 将定的选秀很顺利 去接他的时候 老远就看到他被一群人围着 哎呀呀 这是谁家的玩啊 真可爱 所以真的不能跳过男人 生一个这样的孩子吗 可惜我早生了十年 旁边人点醒他 可别早生十年 你们没缘分 你可以追究是年龄问 提 晚生十年 你们还是没缘分 你就该归咎于脸的问题了 我挤进去的时候 被一个小团子扑进怀里 委委屈屈的 妈咪 我害怕 众人 不是 刚才那个哭哭冷冷的男孩 连评委都敢大胆开卖队 男神 你现在人设崩碎一地知道吗 后方传来奶声奶气的声音 将定 你要对我负责 是一个穿着白裙的小女孩 神清秀骨 天生的明星样 他一出现 将定又恢复了冷淡模样 我揪着这小子问事情缘由 没想到他一句话都不说 小女孩跑过来 凶得很可爱 你不来的话 我原本就是第一 现在我变成第二了 你要负责 将定哼了声 这又不是你家开的 凭什么我不能来啊 小女孩气得跺脚 傻子 这就是我家 将定 操 是算了 系统偷偷告诉我 这是女主 一瞬间 我眼睛都放亮了 天杀的缘分啊 才想起 书中女主韩西云确实是明星 也就是因为这个身份后面 不愧是全是做过爸总的男人 很目中无人 将定被选进了娱乐公司 但是考虑到年纪小 会等他大点再慢慢培训 第一天去上班 小孩被扭扭的挡在门口 我也想去 去之前 我向人事那边打声招呼 妹子 你这么年轻 居然妈都有了 放心放心 公司很人性化的 会有专业的保姆帮你们带孩子 突然觉得 这个工作也配得上我吗 回到工作岗位之前 我对将定叮嘱了一番 好好玩 除了杀人放火违法的事情 随你的心丸 这都是你妈我给你转回来的 负责带路的人是小姐姐 好前卫的教育 沈昭的助理 去外地分公司出差了 所以才会临时找助理的 进去给他打招呼前 我暗示自己 要忘记与他的关系 现在他是我上司 要叫老板 叫老板 老板 于是推开门 我脑子仿佛抽搐了一下 老公好 办公室安静的可怕 沈昭在开视频会议 文言挑了下没 你叫我什么 我吓得浑身都是汗 生怕他把我当成 故意接近的女人 竖着进来 切快出去 我降低声音 老老板 男人没有想象中的发怒 可以说是一丝情绪都没有 不痛不痒地说 出去关上门 谢谢一上午下来 没有想象中的为难 排挤 完全颠覆了往日小说 那种不择手段的算计 报复 这让我不得不开始相信 面试官的那句话 莫非这沈昭 真是看动我的魅力了 平静的日子没有多久 前台小姐姐的电话就打来了 江宁 你快来 阿定出事了 我赶到现场的时候 居然嗅到了火药味 一排排身穿黑色西装的保镖 围着中间那个男人 在他身上 我看到了江定的影子 这都能碰上他爹 他对面站着一脸敌意的江定 两人一大一小地对视着 互不相让 江淮饶有兴致地笑 你叫什么名字 缩小版的江定气势还是有的 他对这父亲没什么感情 如果硬是要说有 那就只能是恨 江定 两人几乎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明眼人都能看出来是什么关系 江定错开目光 看到了我 眼里一闪而过的欢喜 妈咪 然后小跑过来 他长得很好看 要说不说是男主的罢呢 要骨相有骨相 要皮相有皮相 让人多看一眼 都觉得是时间仅有 可是我居然毫无心动感 问就是 这玩意太多情又国情 前世处处留情 惹着一身的风流寨 却从来不负责 对江定也是 不管不顾地 压根没当儿子对待 是啊 所以今天江先生是来兴师问罪 还是说来索要内晚的费用 目前我不清楚 江定对他有多深的感情 不好整得太难看 让他一个小孩为难 但是想当做什么都没有发生 又觉得憋屈 嘴上出气还是能的 旁边的江定 心情怎么说呢 他居然在心里哼起歌来 冰 检测到男主江定爱意值 上升到70% 如果不是畏惧 眼前这人是书中重要人物之一 又是有钱有势 我真会多骂几句 事情谈到最后 已经进入江局 江华要带儿子走 可江定抗拒 要带我身边 男人瞥了我一眼 这个女人当初 胆大妄为爬上我的床 我不计较算是仁慈了 让我娶她 没门 笑死憋我了 分明是这人走进了原主房间 倒打一耙是男人的通病吗 我对上他的嘲讽笑意 江总组上肯定是干厨子的 他一问 显然不知道 这话从何而来 这么会甩锅 不是厨子 真是辱没了你的才华 原本还指望从中 缓和一下这数字关系 现在 真想给他脸上洗电 不要脸 这种父亲还留着干嘛 留着年底 猪肉不够拿来凑数吗 既然如此 那我直接带儿子走 至于你 送进疯人院怎么样 话音刚落 沈昭推门而入 江淮先开口 沈总 倒不必亲自来迎接我 我认识路 江总 你误会了 当沈昭的眼神落在我身上的时候 我心头就萌生出不好的预感了 男人嘴角勾起淡淡笑意 我是来接我未婚妻的 以及 我这个便宜儿子 啪哒 是江定手上的玩具掉了 他眼里写满震惊 这小子占他便宜 我今天也是高光时刻了 总算体验到什么是修罗场 事情没完 江淮临走之前的 那抹冷笑我还记得呢 他指着我 又指向自己的头 最后竖了大拇指 你敢虑我 真棒 我也不输 主动挽起沈昭的手臂 另外一边牵着江定 活脱脱的一家三口 脸上挂着灿烂笑容 低调低调 我这人一向不喜欢张扬 门被狠狠摔上 两边的手我也空了 沈昭四笑非笑 站开点 与我拉开距离 为婚妻 不解释解释 正好 这下子终于有机会说出那句话了 我郑重道 沈昭 我们解除婚约吧 他反应有些平淡 但是总觉得是有气的 我理解为 是我这边主动提出这个事情 让他这个一向高高在上的贵公子 失了面子 为什么 我老实说 我们不合适 对 不合适 这句话是江定心里说的 一想到前世的对家 要成为自己的爸 比杀了他还难受 毕竟是纸骗人 虽然说任务是将故事发展为替 我可以不受限制 打乱故事线 但是这种还是算了 我也不知道我后面去哪里 可能回到现实世界 可能是继续去往下一个小说里 沈昭看了我一会儿 然后一声不吭走了 我 不是大哥 我讲大事呢 终身大事啊 你表个态啊 店门口的摇摇车 都知道摇喝俩嗓子懒客呢 你咋还当起哑巴呢 没等来江淮 倒是等来了江奥 对 没错 就是那个装逼哥 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找上门的 但是仔细一想 小说世界还有什么放不到了 江雪是你妹妹 她已经得到教训了 你也该解气了吧 我觉得好笑 你该不会觉得我只是单纯出气吧 江奥挑眉疑惑地看着我 示意继续 骄傲耐心不多 渐软得不行 本性暴露 江家因为你在走下坡路了 江宁别忘了 你也信江 谢谢提醒 待会儿去改个姓 男人眼里放眼光光 看来你是铁了心 要为那个小崽子毁飙江雪了 这句狠话让我起个警惕之心 在后面的一段日子里 都小心翼翼地看着江定 寸步不离 只是千房万房 终究还是出事 呃 江定的六岁生日 我亲自吓得出 看着冷冰冰的生日宴 我不止一次提出 要不要邀请他的朋友 妈咪 我不需要朋友 他目光灼灼 很感动 我也没有朋友 但是我不觉得自己可怜 因为我还有你 心里嘀咕 算了算了 就当他是我妈妈吧 脑子不正常也好 轻生的 有什么办法呢 就要流眼泪的我 我谢谢你啊 丁 检测到男主江定的爱意值 上升到80% 上一试 从来没有人为他过生日 也没有人祝他快乐 他听到最多的是不得好死 蛋糕吃完 我问他还有没有其他愿望 他说 我想和妈咪去游乐园 当晚我就订了门票 游乐园很大 但是一想到江澳的话 让我不得不小心 只是去洗手间没法看着吧 我只好守在门口 一个小女孩走丢了 哭着找妈妈 我看不下去 安慰了她一下 打了工作人员的电话才完事 但是没想到 也就是这个空当 江定不见了 监控下没有他的一丝影子 但是我确定就是江澳 他这样做的目的 无非就是为了让江雪出来 可是 等我真正联系到 他说出这句话的时候 他笑了 二妹 原本我确实是这样想的 但是你猜怎么着 我居然听到风声说 他父亲是那位叱咤商界的江淮 我好人做到底 给他送的儿子怎么样 我咬牙 baby 你慢慢骂 你哥我可是要向前途看齐了 我没慌 而是直接去找沈钊 自从那日提出解除婚约后 他这人就跟没声势的 我也装作不知道 没想到我会主动来找 他从文件里抬起头 有些意外 什么事 我想要江淮的联系方式 沈钊抬了下金丝边眼镜 语气冷漠 好 打给江淮的时候 好久都没有人接 我咬着食指 心烦 我不确定江淮会不会善待江定 万一把气撒他身上呢 这小孩好不容易治愈了 若是因为这次被掳 又回到从前怎么办 系统让我放宽心 江定那边数据一切正常 电话通了 响起男人懒洋洋的声音 你晚了一步 我心揪起 什么意思 人在我这里 我松了口气 那就好 江定没事吧 江淮有些意外了 你不是不想让他来我这里吗 就不怕我对他做什么 我翻了个白眼 再怎么样 你也是他亲爹 再危险 也没有外人危险吧 他很狠冷笑 那可不一定 说完挂了电话 再打过去时显示被拉黑 江淮捏着手机 苗微眼被迷晕的江定 气了声 走出病房 招手找来保镖 送警局吧 敢绑架我儿子 找死啊 他江淮再怎么无情 再怎么不亲这个儿子 但是该护独子还是得护的 最起码面子上要过得去 保镖汗手 又问 那小少爷醒来的话怎么办 江淮转动了手机 不说话了 江定被绑架了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沈昭知道了全过程 神情隐忍 所以你相信江淮 都不愿意相信我吗 我无尽打采的 看了他一眼 不是 毕竟江淮是他爹 你又不是我们的谁 我怎么好麻烦你 江宁 他咬牙切齿 我们的婚约还没有解除呢 我还是你未婚夫 我蹲坐在台阶上 没什么反应 呜了声 我找不到江淮在哪里 也不知道他会不会放江定回来 只能坐在楼下的 其实对比江澳那里 在江淮那里 我是不怎么担心江定的 毕竟前世他也了解这个父亲 自然有办法对付 坐在台阶上 有种没啥 违和美感 我也无心欣赏 一直看着路口 等啊等啊 终于出现了一大一小的声音 小的是江定 大的不是江淮 乔助装饰他身边的保镖 远远的 就听到江定的声音 妈咪 我战战兢兢的站起来 腿蹲抹了 走起路来左拐右拐的 系统大声道 勾勾勾 然后的 然后我栽进旁边的沟里了 奶奶的 系统无奈摊手 我都说了有勾 我 我哪里知道你说的是这个勾 丁 检测到男主江定的爱意 直以拉满 恭喜宿主 我完成任务了 但是没要那一千万 而是选择留在了这里 江定为什么会回来 他一直都不肯说 还是系统偷偷摸摸告诉我 是因为和江淮做了交易 关于前世商业上的事情 好了好了 这些都是机密 说不得 江定十岁的时候 开始去娱乐公司练习了 瞧着他满脸兴趣的样子 我寻思着 果然是有其母就有棋子了 不仅如此 网上不少人都在 和他和韩西云的CP 两人出现那天的视频 被人剪辑下来 全网人都在看 这对小冤家长大 沈昭将江家搞垮了 重新成立了一个公司 在我名下 他说这本就是我的东西 婚约的事还是没取消 不过我也提出了 先丽爱的条件 他说好 不急 江定第一次在大营厅前亮相那天 他提到了我 他是世上最好的人 我在台下 看着他闪闪发光 看着他从心而火 看着他爱慕者无数 现在 你终于不是一个人了 翻爱小剧场 我始终记得关于沈昭的传言 但是这种事情吧 问他本人怕事情真实度不够 所以我随机逮住他的一个助理 助理挠着头想了好久 你说这个事情啊 一半真一半假了 我大惊失色 已经在开始摘作天罡 戴上去的戒者 确实有不少女人 进了沈总房间后 第二天不见踪影的 那是因为被沈总 安排到非洲那边了 听说回来后 肤色晒得的那边一样黑 可不就是跟从前不一样 不见踪影吗 晚安